越开就雪越多了 我们就已经在雪的边上了 离那个雪场大概还有十多分钟 我们现在开始爬山路了 一路上雪山 上去以后就能看到茫茫的 一片洁白的世界 这个房子真漂亮 这不是东北的那个雪村吗 是吧 屋顶上的那个雪 这个是个小村子 好看 雪场到了 上面那个一个一个树着的就是锁道 可以上去以后就可以滑了 它有四个锁道 四个雪道 我们就滑基础的就行了 到雪场了 这边它这个小屋子 它是锁道的 对吧 那边也是一个锁道 那边是上高级道的 这边应该是初级道 我估计 那边也有 那边是初级 这边可能终极了都 好了 现在到雪场了 穿这个雪裤 穿这个雪靴 弄了半天 太喘了 好 我们开始滑雪了 前面就是可以坐那个锁道 然后在这儿买锁道票 你也可以在这儿租机具跟山下面价格是一样的 所以的话下次如果来的话直接可以到上面来租雪具 然后锁道的话是可以按次买 按次买我觉得不划算 你可以按天买 按天买的话好像是150里拉 也就75块钱人民币一个人 你就不限次数了 如果按次数的话你说划一次划两次 那觉得不过瘾对吧 好像说是一次就是15里拉 所以你划十次就回过来了 十次肯定能划到的嘛 然后坐在这个锁道上去 我们后面来了那么一个车啊 然后这个车OK 它就会拖着我们上去了 OK站起来 好 就用这个东西它就能把我们拖上去 我们到雪山顶了 那边你看到了吗 那就是整个的大雪山啊 我们从这个滑道里滑下去 坐着这个锁道上来的 滑下去以后我们可以坐这个锁道 走吧牛牛 往下滑吧 走吧 走吧 人往前趴一点啊 对这个弯道比较大了 对这个弯道比较大了 一点不滑的也没问题啊 我们现在滑高级赛道了 然后在初级赛道上面我们试了一下 现在我们打算去一下高级赛道 做这个就比较轻松了 做那个的话还得用力是吧 自己还得还得踩着雪 这个的话我们就直接锁到就坐上去了 高级赛道是往底下的 是往这下面的是吧 好嘞 我们刚刚下了缆车 现在到了最高的这个山顶了 我们要从这个山顶滑下去 很高很高 我们锁到坐上来就坐了有七八分钟 真的是太高了这个地方 滑下去能滑很久 先往这边吧 这边我们过去往后一滑 说话都说不清楚了 你们千万记住不要像我和妞妞一样 良心太凶 买了一个无限次的滑雪的那个卡 哎呦我们滑了三次 两个人加起来才六次 它十五里达一次 它那个无限次的是一百五十里达 不可能 十次滑不到 我们还在想我要滑二十次 我要滑多少次 我还想捡便宜的 滑了两次中级赛道 滑了一次高级赛道 高级赛道 整整滑了一个小时 你知道吗 我们从上面连滚带爬带摔 雪橇飞的老远 还要上去捡那么大的坡度 捡都捡不到 冷风吹的 哎呦我甚至鼻鼻 哎呦 千万别像我们一样 认怂保平安 认怂保平安 我现在我不滑了 我下来我在这儿 我喝杯热茶 他们这儿是一个小木屋 喝杯热茶 然后 在我头疼 脑子疼 冻死我了 我真的脑子疼 不行了不行了 我的脸红不红 牛牛的脸颊 你看这个地方已经冻得通红了 戴眼镜这块地方是白的 脸上这块地方是红的 这两边都冻得通红 在这儿还卖薯条 这个薯条挺好吃的 这个薯条 薯片 来了 给牛牛还点了个 这算是个啥呀 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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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是菜百味吗 我是什么菜百味 老板娘送了我们一瓶饮料 这饮料是啥 再翻一下 叫啥 我看 月初 这个翻译 它等一下会变对的 月初月份hot 鱼热三文鱼 神经病 这瓶东西是三文鱼 好 我试一下 哦 他说他可以跟我们换一个饮料 OK OK 他觉得我们在那儿看这个饮料肯定接受不了 那给我们就换一个 太好了 给我们换了一个酸奶 我觉得酸奶我们肯定是能接受的 现在我算是缓过来一点了 真的 我给你们形容一下我们刚才在那个锁道上面 我们上的那个叫什么A1是吧 最厉害的那个锁道是吧 M2 才M2啊 那M1更厉害了 M1是简单的 M1简单 我们才M2啊 M3没开 那个根本不能开 那个开了就没法 我们我和牛牛两个人就是轮流着 翻滚挑约 我闭着烟 就这么一路下 就这么一点路 我们一个小时啊 我告诉你 他们快的人大概几分钟就下来了 我们真的是滑了一个小时才滑下来的 真的是 就你们我不知道有没有滑过雪 就滑雪的时候就是摔其实不可怕 就摔完了以后起来穿雪鞋 特别特别难 你知道吗 这么抖的一个鞋坡 然后我把那个雪鞋 就是那个雪板嘛 弄起来它就往下滑 弄起来我就滑下 然后这个脚穿上了 那个雪板又在上面了 够都够不着 我哪个去真的是 要了命了 现在我算缓过来了 缓过来我过后还要去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那个有个幼儿塞道 我过后我就到幼儿塞道玩了 我不上去了那个 M个大头鬼 我要B级的 B级是吧 背B级的是 滑完雪了 我们去把那个滑雪卡去归还一下 滑完雪我们就往回开 去滑一滑雪去 然后我们就去费特西耶 本来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安塔利亚的 但是费特西耶到安塔利亚那一段的公路 叫迪斯林林 好像说是土耳其最美的公路 反正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最美公路 我们打算就是从那边开到安塔利亚去 一路开下来还有这种坡巴斯做出来的这种小营地 但是现在都不开 如果开放的话里面可以去喝一杯热茶 车子开着开着 变泥路了怎么 这谷歌地图它只管你近不近 它不管你路好不好 这条路应该是能近很多 车子开过来就看到这个雪融的水啊 变成了一个小溪 我们好像是穿过了一片森林 好像是树 刚才从那个山路里面开出来 那个路哎呀我哪个去啊 开下去是个死胡同 然后是一个地图上都没有的一个很大的胡卷 然后都没没没没没没搞路一塌糊涂 结果我们掉头出来了 出来现在西洋西洋我们到了一个路边的餐厅 打算吃个饭再继续走 餐厅里面 哎呦这个是什么也是个烤羊肠好像是吧 我吃烤羊肠吧 我觉得烤羊肠还行 我吃烤羊肠吧 我吃烤羊肠吧 烤羊肠吧 我吃烤羊肠吧 烤羊肠吧 烤羊肠吧 这个 这个是外面是用什么 是这样吗 房间里面一个大炉子啊 炉子上面它放个水壶在这儿 炉子上面它放个水壶在这儿 那就不浪费了嘛 对啊 水就能热了 开始了 开我了 自从滑完雪以后 我一下就这样了 今天感觉地理收成都不好了 一下子 哎呦 饿死了 然后开下山了 路也开错了 开来开去 开到一个荒郊野地 我还真的怕出来打劫的 打劫的倒不怕 我怕出来个什么狼啊熊啊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野心动物 出来还被一群狗追 哎呦今天我真的是又累又饿 然后现在还要开 大概两个小时 我才能到目的地 太阳都快下山了 哎呀 行了 那就就跟你们交代一下 我吃个晚饭 我们就继续赶路啊 然后本来是打算到的那个城市 后来想了想 我们再往往往往往前开一点 开到那个叫卡什的地方 卡什的地方 我看了开挺漂亮的 他们那个城市有点像那种什么希腊 好希腊的那种风格 什么蓝米饼啊红花啊 然后那个墙也很漂亮 然后我就打算开到那了 晚上我不去啥也看不到了 晚上我们就找个房子住下来 明天早上起来我去拍一下 好了别拍了别拍了 吃东西了 还是这个羊肠子啊 再给我加个茶 太好了 你也是跟我羊肠子一样是吧 牛牛是什么羊肉 羊肉饼 可以 出来抽了根烟 发现他这个门锁掉了 开不开 突然又发现了一个机密 这一根绳子一拉就开了 这个设计啊真的是 设计的真好嘞 吃个饭还有人过来要跟丹丹合影 你这真的是 那么把我放在哪里 为什么不跟我来合个影 啊 OK 谢谢 250 250 250 伴着夕阳 看着这个粉红色的雪山啊 我们继续赶路 哇 这个确实是漂亮的 确实是漂亮的 确实是漂亮的 终于到决店了 哎哟 哎哟 到酒店了 怎么了 我在看是不是这个酒店 是不是这家 我不知道 你问一问吧 是这家是吧 是这家是吧 可以 他刚才不是点头吗 他们又要送餐精子了是吧 他们最喜欢送餐精子 这家酒店 在这个地方真的找酒店都特别麻烦 字都对不上 办事住吧 哦 到房间了 啊 这房间还有个吧台啊 干什么 调酒喝啊 洗手间 啊 外面倒是有个小阳台 还挺不错 哎这儿还有个婴儿床呢 真的是 牛牛你要不说婴儿床吧 啊 好了好了好了 那今天就不多说了 真的是累死了 洗澡睡觉 明天早上见